一般的运动坚持也是有好处的 郭老师这个他道应验了古人一句话 叫安步以当鞠 把两条腿坐十一路的最好的运动方式 每天坐着十一路传达班 哦不 十一路能身体健康吗 那我以后我坐 不是十一路车 是把腿当成十一路车 步以当鞠 鞠就是车嘛 那么郭老师走一个小时 而且是快走 当然大家我们要学习的是郭老师这种精神 并不是说让全世界所有人 都按照郭老师这方法都去快走一小时 你比如说98岁的老头 哎 我这郭老师这好 我也快步走一小时 完了 是吧 所以不是说郭老师这个方法 就适合所有人 是学这种精神 但是他这种走路肯定是没有任何的坏处 我算是大了我可能走二十分钟 或者慢走 对 我体力不支了我慢一点 老年人可能有哮喘的 你走那么快 那你本来就忽是在喘的 你就上不来了 是吧 这东西也是因而异 关键是学在这种持之以恒 会再坚持的这种精神 郭老师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 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有挑食的毛病 就喜欢吃的我们多吃点 不喜欢吃的我们少吃点 但是人家郭志强大夫不管是喜欢不喜欢的 尤其是那些不喜欢的 但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也要坚持来使用 对 这个点你不用看嘛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我不喜欢吃的 这也是我们饮食均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秋天呢 还有很多老年朋友给我们打了热线啊 说有一个问题非常困扰他们 就是这个肠道的这个秋造了 就秋季好多老年朋友排便非常的困难啊 有没有好的方法 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 老年人有些人便秘呢 他不完全是肠道的问题 他可能是肺气弱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说最好的方法 我认为就是调息 那么通过深呼吸 其实你没有必要去刻意 就是每天早晨或者每天晚上 出来以后自然站立 眼睛往远了看 就是去把新鲜的空气给深深的吸一口气 然后再缓缓的给它护出来 经常做 每天你比如说你早上出来吧 你以三十六次 那么作为一组 你可以做两组 也可以做就做三组 就是呼吸 你看 就一定要深深的吸进去 深深的 还有一种方法呢 那么就是柔腹 柔腹 你没事你比如说你用两个手 你捂着你这小肚子 左边旋转 三十六圈 右边旋转三十六圈 但这里边有一窍门 窍门是左边游 那么就这么转的时候 就是顺时针 就转的时候 这个圈是越转越大 但是你其实用脑子想就可以了 越转越大 回来的时候越转越小 这样的话能够增加你胃肠的蠕动 来促使它排便 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调息的方法 那个调息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做 你一层 你一层